《逮捕》 今回,一部首尊客離開過 是胡金玄導演所拍的無暇片叫《俠女》 這部電影也在影視 tarde中心NA 努力下完成了數位修復 1980年代我在英國念書的時候 在英國的電視上看到俠人 不只我還有很多的影迷 對於臺灣這麼多年來 共同所累積的這樣重要的資產 都很在意 我要謝謝我們影視聽中心 以及電影界許多的先進 這幾年跟上國際推動數位修復的潮流 把臺灣重要的電影 有系統的分類 點藏 修復和推廣 讓臺灣電影的根基可以扎得越來越深 新場館開館以後 影視聽中心從硬體設計 場館的使用以及規劃展出 都有大幅度的升級 那麼像是我們今天所在的影廳 如果這裡也是一個電影院的話 那真是超級的享受 所以我們要特別謝謝一位音效大師 也就是我們杜篤之先生 國影中心的兩座影廳 有最高規格的放映系統跟音響設備 未來這裡一年會播放約350場電影 有修復後的經典電影 也能夠提供給新電影作為專業的飾品空間 不論是在疫情之下還是疫情過後 人們對於電影的需求是不會打電的 最後呢 我要期許我們影視聽中心 一起對臺灣的文化產業 注入更多的活力 第四個月 我們在獲得 六十年的探望到影子 還是玩好無趣 你剛剛那個不穿 他們都 我在那個年代有放在享受 沒錯沒錯 在這裡